今天我们画一下荔枝 今天荔枝的果实给它画的更形象一些 就是更写实一些 像小写意或者是空间带写的话 就是画的就形象的话就比较具体 我们这个叶子采用这种两笔 一片叶子给它找浓淡墨 找角度变化 再画上一组叶子 叶子画的时候也是可以给它找一些墨色的变化 枝盖我用的褶墨 淡褶墨 然后再拿稍微浓一点的墨给它提了一下 果实的话 笔根的部分是有藤黄 前面是属红 画上几个有遮挡的果实 包括这个墨色也给它找一个变化 这个地方我们画一个开口的 就是能看到果肉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画的时候留一个缺口 然后下面再画上两颗掉落的果子 老皮的纹路我们用胭脂 给它勾一些不规则的形状 然后中间点一个点 这样它整个画面效果看上去就是更像 更显实 就是小写意的一种画法 我肉部分 我们就拿太白给它提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